8月22日,伊能静在社交平台秀恩爱,大方晒出了秦浩送她的七夕礼物,惹得不少网友羡慕,不过因为聊天记录内容过于真实,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调侃。 从聊天截图来看,七夕当天,秦浩并不在家,于是偷偷地给伊能静订了一束漂亮的鲜花。 晚上七点多,秦浩给伊能静发消息问她收到花没有,伊能静先是一愣,故意反问道,花是送给我的吗? 此话一出,秦浩蒙了,耿直回复道,说的七点前道,不给你给谁? 不知道是不是这话让伊能静有些不满意,转身就发了一个无语的表情。 再后来,伊能静又继续追问秦浩,故意问她,突然对我这么好,肯定有问题,还是撞脑袋了。 原本给老婆送礼,是一件很幸福浪漫的事,但伊能静反而质问起来了。 这时,秦浩也有些按捺不住了,抱怨道,还真让我想到了,不送挑礼,送了挑事。 从伊能静晒出的照片来看,秦浩是准备了一大束粉色的玫瑰花。 感觉有圆桌那么大,数量多到数不清,少说也有几百只。 不得不说,秦浩出手真的很不一般,送老婆都这么奢侈,但也看得出,伊能静对秦浩的表现很满意。 不过,对于两人之间的对话,网友们也是充满了调侃。 有人表示,伊能静字里行间里,都透露着秦浩的本性,平时肯定是一个钢铁直男,也不怎么浪漫,所以才造成伊能静那么大反应。 还有人认为,伊能静吐槽秦浩脑袋被撞了,气言外之意是想说,秦浩开窍了。 更有人觉得,从秦浩的回应来看,他在家没少受伊能静的猜疑和折磨,要不然他也不会说,还真让我想到了这句话。 看来当他老公不简单啊。 伊能静和秦浩结婚多年,一直都是圈内的模范夫妻,尽管两人相差十岁。 姐弟恋感情不被人看好,但他俩始终如一。 从未闹过矛盾,以前的时候,大家都觉得秦浩配不上伊能静。 毕竟那时候,伊能静比秦浩名气大,但后来秦浩平时力获得了大众认可。 反而有人觉得,是伊能静配不上秦浩了。 加上伊能静与哈林的过往,更是让一些网友对他们的婚姻产生了质疑。 因此,在看到伊能静又一次秀恩爱的时候,有网友调侃道, 秦浩是花点钱,亲一亲这些春泥。 友谊说伊,这些网友有点太损了啊,真的是见不得别人过得幸福。 话说回来,自从伊能静与秦浩结婚后,伊能静就经常在网上秀恩爱。 不是长篇大论的小作文,就是各种爆料生活情趣小细节。 总之有着撒不完的狗粮。 有人说,伊能静喜欢秀幸福,是在抨击质疑声。 也有人觉得伊能静这么做,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。 但不管怎样,婚姻都是自己的。 幸福与不幸福,自己知道就足够了。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弟不订阅 订阅 弟不幸福 自己有点灭源。